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叫做零状态响应 那么这个RC呢 RCE节电路这个零状态响应 我们上一节呢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一个是它这个方程呢 它这个方程呢是一节的 一个非其次的线性长分分方程 非其次的线性长分分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的解呢 它又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是啥呢 就是我们上一节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个解呢有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呢是US 那么这我们把它叫做稳态分量 另一部分呢就是US E的负的RC分之一气 我们把它叫做省态分量 就是说有两部分构成的 那么稳态分量 那么所谓的这个稳态分量呢 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过渡过程结束以后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实践的 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电容器上呢 最终的这个电压 它的电压值 那么就是这个电容器上的 电压的稳态分量 那么省态分量呢 是按照自身规律 变化的一个啥呢 过程 那么当这个稳态分量 结束以后呢 也就是稳态这个过程 结束以后呢 电路就是稳态 就是稳态 好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我们上一节呢 通过这个RC这个电路的 零状态响应 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 那么下面呢 这是我们当时给的一些 文字上的说明 大家我这个呢 再看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是啥呢 UC 也就是电容器上的电压呢 是以指数形式去进 最终恒定的值US 所以我们不刚才说 这个US呢 我们就叫做稳态分量 也就恒定的值 也就当实践的 气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电容器上的电压 电容器上的电压呢 达到这值 好那么所以呢 这个是到达该值以后呢 电容电流呢 不再变化 电容上的电流呢 不再变化 电容器呢 就相当于开路 这个我们前面呢 说了很多 也就是 当这个达到稳态以后呢 电容上呢 电流就不变化了 所以呢 电容上的电流等于零 电压呢 恒定不变 所以呢电容相当于开路 那么此时呢 电路就达到稳定状态 我们简称这个稳态 那么稳态呢 这就是 在稳态下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特解 也就是这个US呢 我们叫做稳态分量 当然它是跟外加的电压呢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强制分量 也就是外面加的这个电压 那么它叫做强制分量 那么另一部分呢 就是自由分量 也就是它是按照这个 自身规律变化的 也就是按照指数 指数规律变化的 这个量 我们叫 叫啥呢 自由分量 就是US呢 1的负大2 最分之一气 那么这个呢 它与外面加的这个 基地冷物关 也就是它按照自身的规律 变化的 好 自由分量呢 是按照自身规律 算解最终取经理 所以呢 又成为稳态分量 这是我们上一节呢 给大家的一个结论 所以也就是说 电容器上电压呢 有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呢 就是稳态分量 一部分呢 叫展态分量 好 那么响应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给出的结论 那么响应的快慢 也就是响应的快慢呢 还决定一个时间长速 那么时间长速呢 R套呢 等于RC RC呢 大的充电慢 RC小充电快 那么气呢 等于一个套的时候 我们电容器上呢 充电充了多少呢 也就是冲的最高值的 百分之六十三点二 也就是说 一下子呢 也就经过一个时间套 一下子就冲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二了 好 这是我们上一节 也得出了这个结论 那么后面呢 有个能量关系 我们上一节说 电容器呢 在充电的过程中 电源给的能量呢 电容器吸收了一半 电阻呢 吸收了一半 所以呢 电阻上吸收的能量呢 跟电容器上吸收的能量呢 是相等的 都是电源 电源给的能量的一半 好 这是我们呢 给的一个结论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看第二个电路 叫RL呢 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RL的零状态响应 好 那么 我们还是根据前面的定义 零状态响应呢 就是这个电感的 电流的出色指那为零 电感电流的出色指为零 电感电流的出色指为零 那么我们列出电路的方程 当7等于零这个时刻 开关闭合以后呢 我们列出了电路的方程 你看 电阻上的压降 加电感上的压降呢 应该等于电源电样 开闭合以后呢 它有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你看 这个呢 就是电感上的压降 这是电路上的压降 这是电源电压 好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节的 线性的 非其次的微分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的节 我们跟前面一样 它仍然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稳态分量 一部分呢 是攒态分量 那么这个稳态分量 显然等于多少呢 显然就等于R分子US 为啥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两边呢 同磁上一个R 也就是对这个微分方程呢 两边同磁上一个R 那么这个方程的形式呢 和我们前面那个 RC电路的零状态 响应的形式 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它的稳态分量 就是后面这一个 这一个 也就是非其次项 所以呢 应该 稳态分量呢 就是这个啥呢 就是US 所以这是它的稳态分量 我们很简单的 该上一个方程呢 我们对照起来 那么就可以得到 它的稳态分量 就是这个 这一项呢 磁上一个R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把这个方程呢 两边同磁上一个R 那么这个方程的形式 跟RC电路的零状态 响应的形式呢 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根据那个电路呢 我们就能得出来 那个方程呢 就能得出来 这个方程的 这个特解 好 那么 它的通解 也就是其次 这个方程的通解 它显然是啥呢 就是 这个方程的通解呢 显然是多少呢 就是AE的负的 套分析器 好 那么 那么 最终呢 我们得出来这个啥呢 电路的通解是多少 是一个啥呢 IL呢 等于IL1撇加IL2撇 等于多少呢 等于R2分析 A加上E的负的套分析器 套呢 等于R2分析 好 那么我们根据方程的通解 这是我们给出来的方程的通解 那么我们根据初次桥件 我们就可以决定这个 时间长寿 也就是这个 微分方程的这个带定长寿 A等于多少呢 A就等于R2分析 负的R2分析us 为啥呢 因为当7等于0的时候 IL呢 等于0 这是初次值嘛 所以呢 当7等于0的时候 A呢 等于负的us 除R 好 这是我们 带入这个初值以后呢 我们得出了这个带定长寿 好 故这个方程的特解呢 最后呢 我们得出了方程的这个解 IL呢 就等于R2分析us 1-1的负的 套分析器 大家注意 大家看着这个方程 看着这个解 看着这个电路 好 你看一下 那么它有个稳态分量 稳态分量呢 就是R2分析us 你看 那么也就是电感上的电流 在这个达到稳态的时候 电感上的电流 就是us 为啥呢 因为达到稳态了以后呢 这个电感上的电压等于0 电感上的电压等于0 所以呢 整个电路总的电流呢 就是R2分析us 所以呢 这是很有规律 那么这个稳态分量呢 那就是 它的这个最大值 大家看着这个最大值 R2分析 R2分析us 再乘上一个负的 1的 负的套分析器 也就是后面呢 这一项 它是有自身的规律 也就是按照电路 按照这个指数规律呢 它是变化的 按照指数规律变化的 所以很有规律 好 那么这个电路的时间长速呢 好 这是我们得出了电路 电感上的电流 我们根据电感上的电流呢 很容易能得到 电感上的电压 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 电感上的电流呢 对时间的导速 电感上的电流呢 对时间的导速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值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得出 电阻上的电压 也就可以得出电阻上的电压 那I呢 乘上一个R 就是UR 也可以得出这么一个 也就是我们不但得出了 只要我们能获得 这个电感上的电流 我们就能得出了 电感上的电压 我们就能得出 电阻上的电压 好 我们画出这个IL和UL的波形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是电感上的电流 随时间变化了一个波形 你看 它凑死值是0 那么在换路以后呢 也就开B核以后呢 电感上的电流呢 在不断地增加 按照指数规律呢 增加 最终呢 达到什么呢 最终呢 达到这个稳泰值 稳泰值 US呢 乏2 US乏2 好 那么这个是电感上 电感上电流的波形 那么再看一下 电感上电压的波形呢 好 那么你看 刚开始的时候 在7等于0的时候 这一长大件 因为电流要增加 所以呢 电感上的电压呢 达到了最大值 那么随着这个啥呢 随着这个暂态过程的进行 电感上电压呢 就不断地减小 那么电感上电流 再不断地增加 电感上的电压呢 就不断地减小 当电路呢 进入稳泰以后呢 电感两单的电压呢 就是零 那就是零 好 波形图 我们看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很简单 那么也就是电感上的电流 凑次值是零 那么随着这个实践的进行 那么电感上的电流呢 随着实践呢 按照指数规律增加 最终达到这个啥呢 恒定值 那么这个电感上的电压呢 也就随着实践的增加 不断地减小 最终呢 达到一个啥呢 最终为零 达到稳泰以后呢 电感上的电压呢 就是零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 做一个利器 大家看一下这个利器 大家把这个头呢 先看一下 那么这个头呢 是这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时热安培的一个电流源 那么这个地方 并联的一个开关 那么开关呢 原来是闭合 那么也就是这个 时热安的这个电流源 原来是短路短 那么现在在 7等于零这个时刻呢 把这个开关呢 打开 也就打开 打开以后呢 那这个电流呢 就进入这个 后面这一部分 电路里面去了 后面这一部分 电路里面去了 大家再看 后面这一部分电路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电子R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两亨的一个 电感 这个地方呢 是80欧米的一个电阻 这个地方呢 是200欧米的电阻 这个地方呢 是300欧米的一个电阻 这两个呢 是串联 这个80欧米的电阻呢 在并联 再和这个两亨的 这个电感呢 在并联起来 再和R 这个电阻它串联 所以后面这一部分电路呢 是这么一个电路 是这么一个电路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奇目要求 奇目要求他说是 已知投一时 电路在7等于0时 7等于0的时候呢 开关的打开 那么在7等于0的时候 我们不开关的打开 求7大于0以后呢 电感上的电压和电流的 变化的规律 电感上电压和电流的 变化的规律 好 我们刚才呢 把这个电路分析了以后呢 我们显然 能得出来的结论是啥呢 就是说这个电感 所谓一个零状态响应 为啥呢 在7等于0的时候 这个开关的闭合 这个电流源的短路 所以整个电路中呢 就没有电流 也就是后面 整个这一部分电路 也就是后面这一部分电路呢 两大的电压等于0 所以就没有电流 也就是没有 所以呢 这个电感上的电流呢 凑死之也应该是0 那么7大于0以后呢 那么这个开关呢 这一块呢 作用就取掉了 那么这个12倍的这个电流源呢 就流进这个电路里面去了 所以呢 电感上呢 就有了电流了 所以呢 电感上有了电流 所以电感上呢 所以我们这个电路呢 显然是一个 零状态响应 好 那么根据 如果是零状态响应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得策 零状态 电感上电流的 零状态响应的表达式 好 我们想一想 那个表达式是多少呢 零状态响应那个表达式 大家把它翻译再看一下 我们把它解释一下 好 那么这是电感上电 电感上电流的表达式 电感上电流的表达式 我们看着这个表达式 我们看它的意义 那么就是这个有一个 R分子US 这一下看一下 第一项呢 R分子US R分子US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R分子US呢 是一个 R分子US呢 是我们这个电感 在生态结束以后 电感上电流 也就稳态值 电感上电流的稳态值 我们把它叫做 这一下 电感上电流的稳态值 稳态值 电感上电流的稳态值 这一下 这第一项呢 也就是电感上电流的稳态值 再减掉一项 也就后面这个自由分量 也就省态分量呢 稳态分量 应该是电感上电流的稳态值 那么这个自由分量呢 省态分量呢 应该是电感上电流的 也稳态值 也是最大值 再乘上一个E的 负的涛分子器 E的负的涛分子器 好 我们有了这个方程 有了这个E影 也就E影 那么我们很简单的 就把这个题目呢 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那么大家再把这个题目呢 再看一下 我们再说一下 也就是这个方程 这个解的E影 第一项 也就是R分子US 是电感上电流的稳态分量 也就是电感上电流呢 在稳态结束以后呢 电流的最大值 电流的最 电流的值 那么后面这一项呢 就是 是电流的最大值 乘上一个 按照指数规律变化的 这一项 也就是这一个呢 自由分量 存在分量 好 那么这一项的话 我们根据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 求出了我们这个 这个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 电感上电流 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 我们要先求电感上电流 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呢 我们在前面呢 说的非常多 说的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电感上的电流呢 因为电感上的电流 是一个独立分量 也就是它有自身 它有一定的规律 其他的量呢 都是非独立的 也就是都是从这个 独立分量 和这个电流呢 可以得出来的 也就是随着独立分量 和电流呢 改革变化 只有这个啥呢 独立分量 也就是它有 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 所以呢 我们首先求 电感上的电流 当然我们刚才说 电感上的电流呢 零状态享用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它的稳态分量 也就是达到稳态以后的 它的值 这部分呢 就是稳态分量 乘上一个1亿的 负责涛分支器 也就是说 电路换路了以后呢 它的这个 实践常数 要求出来 好 那咱们把这个做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一个项 也就是开关开 打开以后呢 打开 打开开关开以后呢 我们电路总 电感上 电流的稳态分量是多少 也就是达到过渡过程以后呢 电感上的电流 电感上的电流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时说 电感达到稳态以后呢 电感上的电压呢 电感上两端的电压呢 应该是零 应该是零 也就是说 这两端呢 应该短路 短路了以后呢 那后面这一项呢 后面呢 上面呢 就不会有电流了 所以电感上的电流呢 稳态值应该就是这个电流源的电流 你看 那么短路了以后呢 电路就在这个回路上流动 那么后面这一项呢 这两端电路 短路在电阻的上面 不会再有电流 因为它两端电压等于零嘛 所以电阻上不会再有电流了 所以呢 短路了以后呢 这个10安培的这个电流源呢 在这个回路里面呢 流动 在这个回路里面流动 在这个回路里面流动 所以呢 我们就 从这呢 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电感上 电流的稳态值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得出电感上电流的稳态值 就是10安培 这是我们的分析 好 那么 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为了分析方便期间 我们画出来这个电路的 一个简化的电路图 为了分析期间 画了这个简化的电路图 你看 我们把这个开关器呢 打开以后呢 开关器打开以后呢 这个15亩的电路呢 该15亩电流源 10安培的这个电流源和这个R呢 并畅量 所以这个R呢 有在电流上这个 对于这个节点来说 这个电流 电路没用 所以我们把这个电子呢 去掉 这个电感呢 我们并连在这儿 那么后面这一部分电子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电子的RE来 把它期待 所以我们把整个电路呢 就划成这么一个电路 显然我们能得出了这个电路的 也就是说电感上电流的啥呢 稳态分量应该是10安培 这我们刚才就 已经分析了 这个 这个等效电阻呢 是一个200欧米 这个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这两个电子并连 再加上个80欧米 所以算下来呢 应该是 20欧米 200欧米 好 那么200欧米的话 我们就可以 也就是说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出了这么两个参数 一个是它的实践常数 等于REK分子L 等于这么一个值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等于这么一个值 我们昨天呢 我们上一节呢 一再说过 那么这个电 电感和电容 也就 也就是说求这个 磁能元件 要求这个 电路的实践常数以后 要求这个实践常数 那么我们从这个 磁能元件两端 看进去的等效 看出去了等效电子 那么你看 要看出去了等效电子 我们从这两端呢 要往出看等效电子 那么首先呢 把这个电源呢 划为零 那电流源划为零 开路嘛 所以这一路呢 就等于断开 看出去的等效电子 就是这个REK分子 所以呢 这个实践常数呢 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值 就是这么一个值 好 那么实践常数呢 我们求求了 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电感上的电流的啥呢 凸死值呢 就是这个十安培 也就稳态分量 也就稳态分量的十安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出 电感上电流的表达式 那么就等于稳态分量 再减掉一个稳态分量 再乘上E的负的凸分子器 所以呢 应该是啥呢 这个电感上电流呢 应该等于10 也就是它稳态分量乘E 减上个E的负的凸分子器 那就是100气安培 好 我们求此电感上的电流呢 是这么一个值 好 我们根据电感上的电流呢 就很简单的 可以求此 电感两端的电样 电感两端的电样 就是电感两端的电样 是多少呢 电感两端的电样呢 就是我们直接呢 可以对它求到 就直接呢 可以对它求到 那么直接对它求到呢 也就是电感两端的电样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得出了这个啥呢 这个电感 也就直接对它求到呢 我们可以得出电感两端电样 当然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10安培的电流呢 把这个电感上的电流呢 减掉再乘上一个电阻 也是这两端的电样 其实很简单 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第二个力气 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力气呢 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电路头 我们先把这个电路头呢 看一下 那么最左边呢 是一个两安培的一个电流源 那么左边呢 右边呢 并连了一个开关 那么并连一个开关以后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5V的电阻 再并连15V的电阻 再一个15V的电阻 后面呢 串联了一个啥呢 两横的一个电流源 呃 一个电感 两横的一个电感 好 大家把这个电路 电路呢 看一下 那么从这个图上看来 这个开关呢 原来是闭合 开关原来是闭合 那么在7等于0的时候呢 把这个开关呢 把这个开关呢 断开 7等于0的时候 把这个开关呢 断开 那么7等于0的时候 把这个开关断开 那么这个电流源呢 它就 电流呢 就流进这个电路里面去了 流进这个电路里面去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电 这个题目要求 这个题目要求 这个题目呢 它怎么要求 你看 它说 已知头位一式电路 在7等于0的时候呢 开关的开 打开 开 那么在7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开关的开 打开 那么求7大于0以后呢 那么7大于0以后呢 电感上的电流 和电压 以及这个电流原两端的电压 这个呢 这个问题呢 还问得多 那么前面 如果说我们 求这个电感上的电流 和电压 和电压 那我们 那我们前面那个棋呢 也是求电感上的电压 给电流 那么这个呢 还要求 这个电流原两端的电压 那么要求电流原两端的电压 也可以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啥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总路 把这个啥呢 电感上的电流求出来 那我们这个字路上的 这个电流 电压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电路上 电压知道 电流原两端的电压 也清楚了 好 那么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所以关键是 问题是啥呢 我们要必须把电感两端的电流呢 流过电流 电流呢 我们求出来 这是我们这个题目的关键 你只要把电感上的电流 IL求出来 那电感两端的电压呢 也就求出来 电感两端的电压求出来了 那这个电子上的电压呢 也求出来了 这个电子上的电压 也求出来了 电流原两 但是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下面呢 我把它转一下 好 那么我们 还是啥呢 我们化石器 首先呢 化石器大于零以后的 等销电路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器大于零 也就是把这个开关的 断开以后呢 大于零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 7等于零的时候 7等于小于零以前 那么这个开关是闭合 所以呢 这个电流源呢 是短路了 所以这个后面呢 不会有电流的 所以电流的凸死值呢 一个是零 所以呢 我们这个问题呢 总而是一个零状态响应 零状态响应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大家现在想一下 我们把这个开关呢 断开以后 我们化出这个等销电路 很简单 我们把它等销成一阶的RC电路 RL电路 那么我们把它等销成这么一个电路 大家看啊 那么也就等销成一个电阻 和一个啥呢 电感串的那个电路 外面我们给它加一个电压源 也就是实际上意思啥呢 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一部分 我们用销标画的这一部分 这个圆圈 这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等销成一个电压源 我们把它等销成一个电压源 所以大家看着 我这个销标呢 画的这部分 把它等销成一个电压源 那么要等销成一个电压源 就是我们所说的 用什么呢 用戴维尼等销电路呢 戴维尼定力呢 进行等销 好 那我们把它看一下 也就是用戴维尼定力 要等销 那么我们把它等销一下 它这个电路呢 这两个参数 一个是US等于多少 U R1Q等于多少呢 那么当开关断开以后呢 这个US就是这两端的开路电压 也就是说把这个电感 断开以后呢 这两端的电压 那么断开以后呢 这15亩这个电阻上 电流是零 所以呢 这个两端的电压 应该是这个15亩两端的电压 也就是这个15亩两端的电压 那么这个15亩 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 是多少呢 大家一看 我们把这个开关断开以后呢 这个电流 就是沿着这个回路流动 沿着这个回路流动 所以呢 这个两端的开路电压 显然就是收我们 这个电阻上的压降 那么这个收我们 这个电阻上的压降 是多少呢 应该是 你看2 2乘上一个 那应该是20V 所以呢 US呢 应该是20V US是20V 那么这个等效电阻是多少呢 等效电阻也就是从这个电感 往左边看进去的等效电阻 那么要求这个等效电阻 你先把这个电流源呢 给它取掉 也就开路 电源短路 我们把这个电流源给它取掉 取掉了以后呢 它从这两端 看进去的等效电阻 显然就是这个15亩 加这个15亩 所以像这个5亩的电阻呢 也就是这一块开路了 所以呢 它们对这样没贡献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简单的 可以求出了这两个参数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两个参数 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 REQ应该等于多少 US等于多少呢 好 按照我们的分析的话 这个REQ呢 应该等于多少呢 应该等于25亩 US呢 我们刚才说是20V 20V 这样的话 我们从 从这个图B呢 我们就很容易能写出来 我们能很容易 能写出了这个电路 电感上的电流 大家看一下这个狮子 把这个图呢 一看 马上就能想到 我们前面那个电路 那么电感上电流的表达 是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 多少呢 REQ分子US 括弧 一减上个E的 负责套分子器 括弧 那么套等于多少呢 就是这个电子 REQ分子L 这个电子呢 20欧姆 这个L呢 是两横 就是套呢 就是套呢 等于REQ分子 也就是这个电子分子 L 好 那么我们这下呢 我把它写一下 那么也就是套呢 等于这个 等于0.1秒 那么这个电感上电流的 稳态值呢 应该写S R分子US 那么等于啊 REQ分子ES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写出电感上的电流等于多少呢 哎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这个 REQ分子US 括弧 1减上1的负责套分子器 按赔 那么就最后呢 就等于这么多 等于这么多 好 那么电感上的电压制导 电流制导了呢 我们很简单的可以求出 电感上的电压 那就对它的电流呢 求导嘛 L呢 再乘上一个电流呢 对 电流呢 对实践呢 求导 哎 电流对实践求导 那我们求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式子 好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我们只要知道电感两单的电压 我们就已经知道电感上的电流 那我就能知道这个15亩这个电子上的压降 那么这个15亩这个电子上的压降 再加上这个电感上的压降 就是这两单的电压吗 这两单的电压 再加上5 我们这个电子上的压降 就是电源电压 电源 电流源两段的电压 所以电流源两段的电压 应该是2乘上一个5 这10伏了嘛 再加上一个电感上的电流 再乘上10 再加上一个电感上的电压 所以呢 应该等于这么多 大家看 应该等于5倍的IS 那就是这10嘛 再加上10倍的IL 就是这个电子上的压降 再加上UL 那么最后呢 就等于这么一个值 最后呢 算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值 好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也是我们一个 RL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好 那么我们这个RL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呢 我们在这儿呢 把它扫一小阶下 包括RLC电路的零状态响应 那么我们要求这两个响应 其实两个公式呢 都一样 就是啥呢 它的响应 响应呢 就是电阻上的 电感上的电流和电容上的电压 等于它的稳态分量 稳态分量 稳态分量 乘上一个E 乘上扩户E E的负责涛分析器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注意它的稳态分量 因为稳态分量 大家在电路里面看 如果达到这个电路呢 达到这个稳态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稳态值是多少 因为它的凸子值是0嘛 它的稳态分量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把从这个单个的 这个储态元件 一个R或者C L或者C 看出去的等效的电阻 求出来 那么我们就把实践传送呢 就求出来 这次我们对这个 这两个电路呢 总结 好 下面呢 我们看 这个电路 正旋激励下的 一阶电路的响应 因为我们前面呢 给的大家这个电路呢 都是啥呢 都是一个直流激励 也就是电源呢 都是直流电源 都是直流电源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在这呢 给大家 也就是电源呢 我们给它一个正旋信号 那么给正旋信号以后 电路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 那么你看 我们前面呢 给的这个电路呢 都是一个直流电源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直流电源呢 换成这个啥呢 我们换成一个正旋的电样 也就是对于这个电路 当位是激励呢 是正旋电样 也就是US呢 等UM成Cosm7 加成个费用 也就是说 我们外面的这个激励呢 是一个正旋电样的时候 是一个正旋电样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 对这个零状态电路的分析 当这个外式基地呢 为这个正旋电样式 也就是为正旋电样式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 也是一个一节的 写出了这个方程呢 也是一节的 线性的 非其次的微分方程 好 那么我们关键就是解这个方程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把它解一下 好 那么第一个呢 大家看这个概念 我们先给大家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外面给它加的这个电样呢 是US等UM 是这么一个正旋信号 那么Cosm7加费用 这个地方呢 有个费用 那么费用呢 叫做啥呢 为接通电路 外式电压的抽象角 费用 它决定电路接通的时刻 那么也就是你7等于0的 接通这个时刻 你这个电压是多高 这个大家呢 看得很清楚 7等于0的时候 这个电压是多高 决定这个费用 你这个费用 如果等90度的话 我电压是0 你费用呢 等于0度的时候 电压是最高值 所以呢 叫做 叫做它决定电路的 决定 接通的时刻 所以把这个角度呢 又成接入向位角 或者呢 合打角 这是一个专业名词了 也就是这个费用呢 是接通电路 外式电压的抽象角 我们电路里面 把它叫抽象角 我们在后面呢 在第八章呢 我们能 我们能看得到这个 我们能看得到这个名词啊 那么也就是这个呢 是一个抽象角 那么它决定于 电路接通的时刻 那么也就是7等于0的时刻 7等于0的时候 这个角度是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那么7等于0呢 如果我们刚才说 等于0的时候 我们接入这个电源 电路呢 这一刹那间呢 这个电流呢 电压应该最高值 它等于90度的时候 它就成0嘛 它决定这个 所以决定于这个 电路接通的时刻 所以呢 我们又把它接入去 或者合打去 也就等于我们7等于0的时候 合打 我们电路呢 给电路呢 加了多高的一个电压 这一刹那间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写出了这个 接通 开关以后呢 这个电路的方程 我们刚才说了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 一节线性的 其次微分方程 非其次的微分方程 应该写成啥呢 应该是L 电流呢 对此件的导次 再加R 乘IL等于啥呢 US 应该是这么一个 值 那么就等于它 好 那我们下面呢 把这个方程呢 解一下 那么这个方程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仍然是 一节的 仍然是啥呢 一节的 非线性 线性的 非其次的微分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呢 仍然有两个解 一个是特解 一个是通解 那么它的特解是啥呢 特解呢 就是该后面这一项呢 形式呢 是一模一样的 形式是一模一样 好 这个呢 我们有兴趣的同学呢 回去翻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高速里面讲的 这一种微分方程 的求解方法 求解方法 所以呢 我们这个形式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令它的特解呢 是IM 这一项 IM呢 电流的最大值 乘超 cos nmgc 加上一个θ 那么因为这个呢 Omgc 接入以后呢 这个正弦信号 仍然是正弦信号 但是角度呢 从前会变了 变了 好 那么这个特解 那么 那么也就是电流 达到稳态以后呢 这个 响应呢 仍然是该机的 是同行力的 正弦信号 只是这个角度呢 变了 好 那么这个特解呢 也就是稳态分量 它是这么一个值 那么自由分量是多少呢 自由分量 仍然是A的 E的 负的 逃分次器 仍然是A的 逃分次器 这是自由分量 那么自由分量 好 那么 我们将这个 这两个值呢 把这个值呢 带入这个方程中 也就是把这个特解呢 带入方程中 那么我们得出了特解呢 是这么一个式子 这个过程呢 有兴计同学呢 可以推导一下 等于这么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 Z也就等于Ie片呢 就稳态分量 等于多少呢 Z分之Um 乘cosω7 加φ又减上一个φ 加φ 好 那么这个 这里面这个φ是多少呢 Z是多少呢 我们一下子看啊 那么失踪呢 Z等于R平方 加ωL和呼吐平方 也就是这个ω呢 脚平的L呢 是电感 那么他那些φ等于公平方 L呢 处上一个R 是这么一个R 好 那么这个是 我们得出了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式子里面的 两个参量 好 那么也就是我们得出了 这个特解呢 是这么一个解 好 那么你看一下 这几个呢 都是一个 这个Z 和这个啥呢 φ 和φ呢 都是一个常数了 那么我们 也就是我们把特解呢 已经求出来了 那么该这个 看来特解呢 是该这个 它这个啥呢 电源是同情类的 一个正弦量 电源同情类的 一个正弦量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特解呢 带到 这个方程的通解 这个方程式里面去 解里面去 我们就得出了 这个方程的通解 应该是 这个特解 加上一个 其次方程的通解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确定 这个时间长数 时间长数 那么确定这个时间长数 也是我们刚才说了 当7等于0的时候 它有个电感上 当7等于0的时候 那么当7等于0的时候呢 电感上电流呢 有个凑死值 就是0 等于0 0造太响应 0造太响应 好 那么凑死值等于0 我们把这个7呢 等于0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呢 我们得出了这个A呢 就是这么一个式子 A呢 就是这么一个式子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带定长数 我们现在求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带定长数呢 求出来了 大家下面再看啊 大家再看 我们把带定长数 求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得送了这个电路的 把这个正线信号 接到这个电路总 去以后呢 这个电路总的电流 是这么一个表达式 好 大家把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表达式看一下 那么这个表达式呢 由这么两项构成的 我们前面这一项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稳态分量 后面这一项呢 就是那个省态分量 好 稳态分量呢 就是Z分子UM 乘cosm 去加费油减费 这是一个稳态分量 都是一个常数 减上一个后面 这个Z分子UM 乘cosm 费油减上一个费 当然这应该 这一部分呢 应该也是一个稳态分量 也应该是一个稳态分量 其实这一部分的值呢 就是应该7等于0的时候 7等于0的时候 这个电路总 电流的最大值 你看 7等于0的时候 好 那么也就是这一部分的 应该电流的最大值 稳态分量的最大值 好 那么你看7等于0的时候 7等于0 这是7等于0的时候 这个值 再乘上1的负的 减分子T 这是这一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啊 好 我们把这个方程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后面呢 给大家有这么几句 一个概念 把这个狮子呢 看一下 它有个啥概念呢 说 由以上呢 可见 由以上的狮子呢 可见 方程的特解 或者强制分量 特解或者强制分量 特解就是前面这一部分 这个减 或者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强制分量 与位置激励 按同一频率的 同一频率 规律变化 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部分 这个量呢 它是 该电源这个频率呢 是同样一个频率 也就按同一个频率的 规律变化 所以呢 大家记住 也就是说 这个特解 也就是实际上 是它的稳态分量 稳态分量的频率呢 跟电源的频率呢 是一样的 稳态分量的频率呢 跟电源的频率呢 是同一样的 所以呢 应该是同频率的正全量 稳态分量 而自由分量呢 则随着实践呢 趋于零 而自由分量 随着实践呢 趋于零 最终呢 只剩下了强制分量 当然你这个自由分量 等于零以后呢 等于零以后 电路里面就剩下 这个稳态分量 所以说这种电路呢 需要经历一个过渡过程 这我们讨论的 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呢 这种电路要 经过一个过渡过程 然后呢 达到这个稳态 稳定状态 自由分量 与开关闭合的实践有关系 那么也就是 我们这个电路里面呢 开关闭合以后呢 也就是这个电路呢 接通以后 那么正全量呢 尽管是正全量 接通以后 电路总有一个过程 那么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首先呢 要经过一个过程呢 才能最终呢 达到稳态值 也就是说稳态值呢 就是一个啥值呢 就是电路总这个响应呢 是给电源 是同频率的 一个正全量 同频率的一个正全量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结论 那么当这个开关闭合时 当开关刚闭合的时候呢 这个败U呢 等于败甲二分子派 败U呢 等于败甲二分子派 那么 那么把这个式子一看 那么我们这一项呢 就等于零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啥呢 这个A呢 等于零 那么也就是这个电流呢 这个自由分量呢 等于零 那么这个电路总电流的分量呢 直接就是稳态分量 直接就是稳态分量 好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这一项呢 如果等于败 败U呢 等于败甲二分子派 那带到这里面去 这一项呢 肯定等零 所以这个电路总 这个电流呢 就是稳态分量 那么意味着 这电路总就没有省态分量 电路总没有省态分量 意味着电路就没有过渡过程 接上去以后呢 电路直接就达到稳态 其实这意思 好 那么也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句话 故开关的闭合以后 电路不发送过渡过程 而立即呢 进入稳定状态 这就这个正确信号的一个特点 那么就电路呢 没有不发送过渡过渡过程 那么主要是看你这个 接住这个角 不发送过程 立即进入这个稳定状态 这是一个 这是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当开关的闭合时 有这个败U呢 等于败 那么败U等于败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A呢 它就是这么一个质了 所以呢 这个是啥呢 这个有一个自由分量 它是按照这个规律变化的 好 那么你看啊 那么总的这个电流呢 就是这么一个质 好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质 那么也就是总的这个电流呢 应该是这么一个质了 总的电流呢 是这么一个质 你看前面这个 这一部分呢 就是稳团分量 也就按照正确规律变化的一个稳团分量 就电源电源怎么变化 这个电流呢 也怎么变化 那么后面这一项呢 是减了个Z分子Um 好 那么这是一个电流的最大质 好 电流呢 好 那下面再看 从上面这个式子里面 可以看出 电路的时间长寿很大 则 这个呢 自由分量的衰减的极其缓慢 而在这种情况下 大约经过半个周期的时间 电路的最大值呢 最大损失值的绝对值 接近文态电流的两倍 所以呢 可见RL串联电路呢 与正选电源接通后 在抽失值一定的条件下 电路的过渡过程 与开关动作呢 是有 实践的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大家看 那么刚才从这个式子里面看 那么也就是这有可能 也就是经过呢 半个周期以后呢 这个 有个这个值呢 如果等于负的 Cosin跟密码器等于负一的话 那这一项的 I呢 就是这个值的两倍 所以这电流呢 应该是很大的 所以这一句话呢 应该 也就说这个对着了 也就是说这个 大约经过半个周期 电路的损失值呢 大约绝对值的两倍 最大损失值的绝对值 加接约文态值的两倍 所以呢 看来就是RL串联电路 与正选电源接通后 在抽失值一定的情况下 电路的过渡过程 与开关动作实践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好 那么这个RL串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呢 我们就 介绍到这儿 我们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